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出了一个大新闻 新西兰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是正式的出炉了 相关的解读也是很多 我看到媒体报道的焦点都是说 医疗教育获得了很大幅度的投入 但是好像也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比如说我看到国家党的党魁 Simon Bridges先生 他就不是很满意 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份预算案呢 这预算案本身有这么个极点 大家要看的 就预算案这个钱 因为钱是老百姓的钱 对吧 纳税人的钱 对 所以你是否花的值得 是否花的我们有效 合理 这是我们要看的 对吧 然后就是你花多少 是否合理 对吧 是否这个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对 以及是否对经济的发展 是长远规划 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对 所以它是各方因素都要看的 对吧 如果在这个钱投入的时候呢 你发现它不公平 不合理 特别注重某一个方面 或者某一个群体 或者说呢 他花太多的钱 这个钱都是我们要还的嘛 所以呢 就是呢 是否合理这个要看 对不对 就是呢 我们就讲了说 这个钱 钱是老百姓的钱 不是政府自己的钱 政府钱从老百姓来的 每块钱都是老百姓的钱 那么老百姓 就是说说呢 是政府替老百姓花钱 合理 还是老百姓自己花钱更合理 这也是一个讨论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真税 税高 就等于是 政府是把钱从老百姓拿过来了 我来花 对 我来花 那么呢 还有说呢 我这个钱我尽可能的少 只要是能够不增 只要是能够把钱留给老百姓 就留给老百姓 让他们来花这笔钱 因为他们是最懂得花钱的人 这是我们这种不同的理念 那么这个预算案呢 你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第一呢 它的确呢 是这个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非常好的 经济环境下 一个预算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呢 因为国家党执政九年 对 那么呢 到今年3月的时候呢 政府已经赢予33个亿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很好的成绩了 对吧 已经高于预期了 这个呢 是好做预算嘛 对吧 花钱总是容易的事情 对 都好做预算啊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前提 经济环境很好 第二点呢 是呢 新政府呢 又加了税 这税呢 就是说我们叫地区燃油税 全国性的税 全国性的燃油税 对吧 这么多加起来20多个亿 这是政府可以说今后几年可以收过来的 43到4年期间 就是多出的这个 多出的钱 对 你说有这个盈云加上税收 这个钱事实上已经很多了 对 对吧 再加上正常的这种 这是额外的税收 这是额外的钱 再加上正常的经济的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 对 所以政府有足够的钱 来做他的这个预算案 但是呢 他依然还要借100多个亿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做呢 对呀 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他当时在竞选时候呢 承诺了很多 承诺了很多 要一一兑现 结果呢 是他是兑现不了 他需要借钱了 还有就是呢 他是三党里三党的结合 对吧 没错 公党 优先党 绿党 那么优先党 你看他拿了不少钱 为什么拿不少钱呢 预算党是 他会销部长是Peters Peters呢 他要了拿了10个亿 他拿了10个亿 用来做什么 他拿10个亿做什么呢 他拿10个亿呢 说要到海外去搞援助 经济援助 主要是南太平洋岛国这一片 搞经济 外交支出 对对对 搞经济援助 然后呢 他还有每年10个亿 每年10个亿呢 去搞什么 搞这个我们叫乡村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什么 这个钱是由 因为他部长是他的 部长是优先党 是优先党的叫Shan Jones 他付的这笔钱 我们说他就他的小金库一样 就他想怎么花 他就可以怎么花 那这个钱实上是 公共党为了得到 优先党的支持 说承诺的要给他的钱 对对吧 3年30个亿 然后呢 再加上呢 绿党 绿党说我支持 您得给我钱 对不对 我得我想多的事情 那我搞环保 他就搞那个10个亿 给他 我们叫 我们叫green investment 绿色投资 那么呢 再加上工党之间 自己还有承诺呀 这不高端交易 对吧 免费高端交易呀 28个亿 那么这些钱 加到一块就很多钱了 对 等到呢 他把这些钱用光了 花完了 分完之后呢 发现钱不够用了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做不了了 比如说 当时讲的这个什么 这个胆利症医院 重建要14个亿 没了 这个说我们先设计 以后再说 这个又是 推后了 推后了 所以呢 他事实上什么 他事实上是到处来 省钱 但是呢 他要把钱给他的盟友 对 然后再给钱 给一些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呢 他的承诺的东西 必须先要保持 他这个联盟稳固 对 联盟要稳固 然后呢 大的承诺 他的承诺 比如说高年交易 他的做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还有很多承诺 他最先不了了 他没办法 他只要放弃 借钱和放弃 那么放弃的 包括了 我们讲到的 讲到这个 这个医院的重建 14个亿 他没有了 对吧 那么还有呢 住房 三年 头三年 头三年 十年吧 十年十万套 头三年 我慢一点 头三年 我一点六万套 结果呢 一上一看 他一年 一千六百套 我们去年 所设计的 我们的去年的 预算案里面 是怎么 今年呢 今后几年 每年是两千套 所以他当时 承诺了很多 但是呢 他兑现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他一方面要借钱 尽可能就满足 他的承诺 另一方面呢 他只好有 就是一些 我就往后推 或者我们更就不做了 那么那个警察的方面 一千六百个警员 对 当时他说是一千六百个宣誓的警员 sworn officers 就是要新增加一千 对 新增加一千六百个 新增加一千六百个警员 这警员是什么 是他正式警员 因为什么 因为宣誓警员跟非宣誓警员工资也有差别的 对 对 就是他的费用是不同的 对 然后呢 因为你要牵涉警员 你要经过警校培训 对吧 那么警校是否能够招出这么多人 嗯 培训这么多人也是个事情啊 对 但是他竟然说 他说我要做这么多 但现在 他现在又开始慢慢往回撤了 就是说反正反正我把人数弄够了 这种种这些东西呢 他事实上都是在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往回撤 就是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兑现 嗯 因为因为他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支出 要给别的党 然后呢 这个承诺 这个大的承诺 我都得去做 不做呢 说不过去 那么其他承诺就不管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这个遇上案的本身呢 坦率也说就是一个 我认为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 经济环境下 他是高期待 但是呢 第一承诺 第一delivered 这种一个遇上案 是让人很失望 他教育支出 还不如国家党所提高的 所增加的支出 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呢 是教育和医疗卫生 我们都每年 都是在创新高的 尽管我们进入了金融危机 经历了基督生大地震 可是我们每年在公共投入 是在创新高的 那么教育支出 我们每年 过去的九年 每年增加1.9% 他今年 这个政府增加是1.6% 事实上是增加的 远 还不如国家党增加的多 如果我们党支撑的话 增加的这个钱 还比这个工党的还有多 而且是工党问题是在 到处喊 使劲喊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对 但最后呢 他真正的并没有投入 人们想想象的那么多 嗯 这就是他的问题 他之所以没有投入那么多 一方面喊是个危机 另一方面喊 另一方面也不给那么多钱 就是因为他的钱 要给了其他的党和其他的方面 包括高等交易 嗯 28个亿嗯 坦率说你28个亿 有用吗 他说是说可以增加 学生 让那些读不起书的人 来读书 嗯 可事实上呢 学生人数下降了 诶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 免费高等交易是没有必要 是浪费钱的 嗯 因为政府已经补贴了 百分之大概是八七八十 就算呢 剩下的并不是很多了 嗯 那么呢如果说 如果说一个学生 他一点钱不出 他事实上我们认为 他没有这种真正的动力读书的 对 这个这个钱我们认为 就是花的不值得 28个亿可以花到更好的地方去 没错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是这个这个 呃 我们看这个钱 遇上案的时候 看他这钱到底是 花的是否是有这个意义的 嗯 当然是有钱 嗯 给老百姓做点钱 这个这个当然很高兴 对吧 嗯 什么人都给点钱 但是问题是呢 你给钱的时候呢 你想一下钱我怎么挣来的 嗯 这一点是不是还要还需要钱 对 对吧 如果钱省下来之后 给这个给那个地方 是不是更有效 没错 嗯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呢 我们说的是这个 我们当时去年遇上案的时候 讲到就是给 给我们所有的纳税人 嗯 给那个税务上提高这个提高这个 提高这个七点 少交税 大概每个人大概 平均每个人是1000块钱 嗯 可以拿可以进老百姓口袋的 只要你交工只要你交税了 嗯 你就可以拿到1000块钱回去 嗯 就是我们说把钱还给老百姓 嗯 然后呢这个呢 这个地球养用税 我们说我们不会争的 嗯 对吧 你想想看把这个1000块钱加 地球养用税有很多钱的 嗯 那么这些钱实际上本来就应该还给老百姓的 嗯 就给政府拿过来了 嗯 拿过来之后呢 他用的时候是不是合理呢 嗯 这我们认为他有很多这样不合理的 嗯 就包括了 就包括了这个免费高兴交易 包括了这个 所以说给这个 呃 优先党的那些那些内笔钱 嗯 我们认为都是没有花了真正该花的地方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这个 于三安本身 嗯 他并没有一个那边感觉到 呃 是一个真正的 好像是能够让新西兰民众 嗯 耳目一新的 啊 更加受益的 更加受益的 而且对经济长远发展是完全有益的 嗯 这么一个预算案他没有 嗯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他错过了这个机会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杨健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新西兰政府2018年财政预算案 的详细情况 也让大家呢 通过我们的电视 更加的了解新西兰政府的运作情况 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通过微信来关注国家党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杨博士简讯 会有更多的消息在那里发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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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